宜兰阳姓司机被控 去年8月18日上午9时25分许 驾驶大货车路晶圆山香 与同向外侧车道的小客货车擦撞后 未停车处置 即使离现场 警方举发后 交通部公路总局台北区监理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才处罚还3000元 并调扣驾驶值照一个月 还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杨姓司机喊冤说 肇事路段为同向二车道 减缩为一线车道 它行驶内侧车道 遭外侧车道车辆汇入内侧车道直击擦撞 大货车的撞击点在右侧车体后方 无从极由目视观察而得稀发声擦撞 二车仅为轻微擦碰 力道不足以撼动车体 大货车车头上方有一台冷冻机的引擎 运转时声音很大 并无听到擦撞声 他并指出 依经验法则 行进中车辆果有碰撞 一般人击毁自然反应 在刹车减速 以明原因 但自己车速自视如一 可见主观上并不知心有肇事疫情 极无故意逃逸 他不满挨罚 向宜兰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申请撤销处分 法院审秘时 台北区监理所认为与法应无为物 并指杨着事后 不走远路 还绕道 有违一般常理 不过 院方调查发现 肇事中 杨的火车受损不畏在车身 解擦横轻微 肇事责任主要应是陈姓驾驶的客货车 不当往内色车道偏实所致 杨便称他并无于肇事后致之不离 而逃逸的动机 还有肇事之计 还不知擦撞 尚非无击 院方发现 陈姓驾驶在肇事后 持续驾车跟随杨的火车 途中并无拦阻 或以明暗喇叭提醒警告 写途中可见杨也无任何加速适离的行为 杨便称不知擦撞等语 应勘采信 对赵道一事 法官采信杨姓司机所说的 是因当天原要去图书馆界 还书未果 且未必开载重车进行路段所致 难以直接就认为 有合不合情理处 更不能因此认为 杨是因窒息肇事 而未逃逸所致 因此 法官审理后认为 杨姓司机不知悉有肇事疫情 才未留待现场处置 尚堪可彩 监理所认定事实 尚先律断而有违误 杨姓司机诉请撤销员处分 未有理由 应与准许 第一审诉讼费 用300元应由败诉的监理所负担 宜兰地方法院 资料照片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